一生能够在自己的国家 能够有一个教育 能够有贡献 是我的荣幸和我的幸运 勾心斗结的东西我一生不做 大学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自己去建议 由自己肯进入工作 为何我不肯做后党会主席 要做民意主席 我又有个态度我去参与 但又不是我什么 大学是一个政治最敏感的地方 我们在香港有很多东西 内地的情形 我们都不太熟悉 所以负责 以后的负责是国家派来的校长 Ruchert是议基金会的资格 来到有什么可以帮忙 因为我们整个团队 在生豆大学 我们都帮很多东西 包括有什么事 需要什么 我们都是服务 过去这段时间 三十七八年 已经跌落到今天 这个大学 除了永远不负债之外 没有硬硬借钱 又开始到今天 今天 照我知 还有全金 我存在生头 一二十亿 在这 世界 有很多人 是很好才共的 你刚刚穷病的时候 你没有机会 譬如 我十岁 我就读中学 而我读中学的时候 他们都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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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要生病 我的求学 我是买那些老师教学生的 书本教的冬租 冬时冬租 燃料一冬齐烧的 我说不知闻怎么冬 现在世界摆在地下的闻 我乘邦满了 去到大学二年级 中文 但是我的学文就在那里 这是事实 你没有一个先生救过我 但是我自点查到熟悉 在打工之后有时间尽量下去 所以今天每个人说 以前穷的年轻人容易做 但是以前穷的人 读书没有钱就不行 我来到香港 十二岁 当时潮生英 就是盟约日本仔 occupy 但是来到香港 一九四零 四一 太平洋战争 所以你所碰的是很困难 自己TV 又要打工 我爸爸十四岁 我十四岁 我十四岁 所以什么事呢 对于教育医疗 是我终生很终于去做 基金会这个不做 我没有在大个地方 我都会做 大个地方是指谷内 大中华地区 经营收入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 固定的收入人 即是基金会 而固定收入的部分 已经远远多过我每一年花的钱 其他的投资不足 基金会呢 除了战争和政治 基金会自理论来说 是永远都要在 因为基金会呢 我有一个条件的 你正常的时候 我捐30% 欠金收入 30% 天灾人和的时候 可以去到50% 但是另外一个呢 没有人会猜到的 强迫不能够少过赢 即是你那一年到 你的收入赢金 你一定要坚持 赢1% 欠金收入 这个红纸灭呢 就下一代 冷的 哎 今年我都不需要 这么多 不行 你都要工作 明尼长中呢 勾心斗结的那些东西 我一生不做 所以比较当初一点 睡觉 用去睡得好 应酬好 我每天都不做 我每天都不做 吃饭 你很少在外面 我出去吃 就是生活正常一点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运动要做 我那些早上 早上半个小时 做些游演太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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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